4月22日,我市新增2736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2063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截止到4月22日24时,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157例,微重型患者18例 4月22日,新增本土死亡病例12例,平均年龄88.2岁,最大的年龄99岁 从近阶段的疫情数据可以看出,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新增的阳性感染者数量基数大,仍处于高位波动 总体在风控区、管控区、集中隔离点内发现 昨日增加幅度较大的区 有这几个区,一个是浦东新区较前日增加了约3000例 松江区较前日增加约2000例 宝山区较前日增加约1000例 黄浦区较前日增加约800例 阳浦区较前日增加约800例 这个增加的原因呢,与近期的社区 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 共用卫生间和厨房等现象普遍存在有关 另外呢就是建设工地 企业等聚集性的预期有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enth להbar Zi transport 黄浦区较前日增加 山津区较前日增加